台南地監署裁定李全教一千五百万交保 见到许久不见的双亲 李全教激动的上前拥抱 台南市医会的前晚议长会选案二号贞结 检方就会选最嫌的部分提起公诉 李全教等无名羁押的被告已审台南地院后 何一庭经过三小时审理 裁定李全教以一千五百万元交保 其余的被告分别以三十到一百万元交保 再一次的呼吁赖清德市长 我保证虽然我受尽了牢狱之苦 我没有恨没有怨 前方查出李全教跟郭秀珠 为求能顺利当选政府议长 在市议会选举期间 透过六名中间人 向有投票权的六名议员行求汇选 以每票三十万到一千万元不等的代价 要求投票支持 南检部网搜证前后三次 前往李全教等人的住处及办公室执行搜索 查扣相关的证物 也传唤相关被告及证人达一百人 调约七十五线的通年记录 以及二十处的监视器画面 比对查证后 认为李全教等八人 请求汇选的罪嫌明确 先就汇选罪嫌部分贞洁提起贡诉 警察官在侦查期间发现 被告等多人以三十万到一千万不等之代价 向有投票权之台南市议员六人 要求投票支持 行求汇选 之前我已经说过 案件没有厘清之前 我不会进入议会 不计毁遇 就是希望将尊严还给台南 李全教被羁押后 台南市长赖清德 坚称判决没出炉不进议会 如今地检署贞洁起诉 李全教裁定交保 赖清德不进议会的决定 还是没改变 停摆的意识 不知何时才能正常开议 这六长配如S小组 太难过道